关注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在这过去的半年中 我就拿着一个破手机坑直坑直拍视频 没想到半年过去了也有了一些小朋友的观众 隔离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鸟枪换炮买了一套GoPro的设备 在开箱之前呢 首先我要感谢最早跟着我的这批粉丝们 因为现在看我早期的视频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感谢你们这半年来对我的忍受吧 逐渐的就开始升级自己的装备了 为了剪辑呢买了最新款的Mac 现在又开始买了专业的GoPro设备 虽然我现在的B站的显示呢 是赚了70多块钱 就是连一次看房的路费 基本上都没有办法cover 但我自己内心还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我终于在网络世界里面 慢慢的有人能够认可我了 这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中的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开始GoPro的开箱吧 这套GoPro设备呢 也是我在厅中正好618有活动 Spring里包的话3000多出头 因为我平时在淘宝上看的单买一个GoPro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 GoPro 8 其实GoPro这个设备呢 我用过4年前去国外旅行的时候 用到的4来拍摄 我觉得它的白天拍出来是很漂亮的 但是晚上就是非常的差强人意 所以我对GoPro的印象一直都不是很好 直到最近看了一段它的这个宣传视频 发现它的夜间的拍摄模式有了较大的提升 再加上它的价格确实也不是很贵 3000块钱左右 体积又很小 非常适合这个外出拍摄 而且它的镜头也比较广角 比较适合看房啊或者外面的拍一些风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GoPro应该算是 现在同类型的一些镜屏里面 我比较喜欢的一款 打开笔盒 里面有一张闪存卡啊 64G的 然后这个是GoPro的主机 看一下 真的就是一点点哈 这个是GoPro的自拍杆 它还带了一块电池 我们先把设备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Spring里盒中的自拍杆 看起来很小巧 但是我觉得它的抗震能力要非常差 因为非常轻 我觉得材料的质量相对比较差一点 那可能拿起来还是会有所晃动 如果是对于拍摄的要求比较高的一些up主来说呢 这个自拍杆不太建议如 开包啦 这个就是它的本体 很小的一点点 忽忍动它 怎么卸下来呢 现在粘在这纸盒上 我又感动到它给它弄坏了 好吧 这里面是充电的 太艰难了 就又怕它弄坏了 又粘在上面 这谁设计这东西 一推 然后这有一个螺丝钉 给它拧开 拧开之后呢 小小的镜头 我们就拿到手里了 底部有两片这东西 我研究了 发现它这个能摁回去 摁回去之后呢 能放在平板上拍摄 又经过了十分钟 终于搞懂了 这个是 啊 没事没事没事 它就是这样吓我一跳 我以为 我这大理出席机给掰断了 然后现在调整模式 好故意 要求你手机装一个这个APP 是1920x1080的手机拍出来 比我们肉眼看到的 入镜的画面要小很多 所以在有时候拍的时候呢 经常可入镜的画面太小 造成人的这个视觉的音乐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GoPro拍出来 因为它有一定的广角的畸变 所以呢 它基本上可以移近到底 看到整个室内的环境 而且这是在室内 然后它的取景 包括它的亮度 不是那么的亮 但是感觉这个GoPro 8的 路径已经很不错了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更模拟一些人眼 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 相对于我的这个手机 拍出来更宽广的一个画面吧 节目的最后说一下 前段时间呢 我家里有些事 不得不回来 回来之后就暂时回不去东京了 为了保证更新呢 目前大家看到的最新的看望视频 是中介小哥的iPhone 8 加Oki的手机镜头拍摄的 效果也还不错 那这个手机镜头呢 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 最后买到的一款 它的机变比较小 未来一两个月 可能大家看到的 还是iPhone 8拍摄的这个画面 好 那今天的不专业测评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也能通过这个视频 看到一些我们的用心之处 那大家再见啦